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今天新闻联播报道很多重磅消息 其中之一就是大家应该是从今天早晨开始 就一直在央制新闻当中持续不断关注的 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视频会晤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国当地时间15号的晚上 中美两国元首,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 举行了第一次云会晤 我今天作为总台报道团队的议员 在人民大会堂也参与了这次的报道 为您带来了独家的现场 那今年以来啊,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 二月份,九月份各通过一次电话 这中间相隔了七个月 而这次的视频会晤和上一次通话相隔了两个月 今天的会晤呢,总时长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这比预计的时间超出了有半个小时左右 会晤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是深夜了 可能大家会注意到,在这三次交流当中 不管是通电话还是视频会晤 习近平主席强调最多的就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你看今天习主席在开场的时候就提出三组关键词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明确地指出了新时期中美的相处之道 习主席还把中美比作是两艘在大海当中航行的巨轮 那么这次的会晤呢,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 对于中美关系的一次把垛银行 电话中美关系的将会晤 对于中美关系的价格 更加了一样的消息 对于中美关系的华尊重合作共赢 在环境中美关系的一样 这次的会晤的价格 很幸福 对于中美关系的幸福 对于中美关系的事情 最新的解释 对于中美关系的 对于中美关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